我是蝉蝉 我要代表热量 消灭你们 哈喽大家好 我是蝉蝉 这两天呢有一个大新闻 这个新闻呢 发生在郑州楼市 什么意思呢 你要说现在取消限购啊 这些已经不稀奇了 因为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 都开始全面取消限购了 对吧 但郑州呢 这回搞了个什么 他取消限跌令 这个是这么多年 楼市从来都没有过的 限跌令是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这个以前的房价 你各个地方 是政府指导控价的 你房企需要严格遵守 政府这个指导控价 按照这个价格标准 你可以上下浮动 比如说你郑州 以前这个地方一万五一平 你房企就不能低于这个价格 你卖不动你也不能低 如果你敢私自降价 我就约谈你罚你款 那这回不一样了 7月31号呢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 发布了关于取消商品住房 销售价格指导的通知 那这个文件就说呢 以后呢 住房保障部门不再对新建商品房 住房销售价格进行指导 开发企业你可以自主定价 自主销售 办理这个预售证 这表明呢 就郑州正式对新建商品房取消了限价规定 那这是什么意思呀 其实这个传递的意思非常的深刻啊 就是这房子以后呢 我不限低了 咱们都知道你现在这房子取消限价令 肯定不是说取消向上涨的这个限价呀 肯定是取消限价令的这个底层 这个底价呀 因为以前这个底是政府的指导价 现在这个政府的底没有了 相当于就是政府不在意官方权利背书 为这个房市脱底 那以后咱们就简单点 这房子以后可以随便跌了 政府不管了 你想卖多少卖多少 你觉得多少合适 你就卖多少 你想便宜出打折出亏本出 就随便你了 这就加速了中国房价加速探底的进程 而且咱们也知道 中国这么大很多政策 它不是一下子全国落实的 不是说这个政策 只在郑州落实不可能的 这东西就跟开了个口一样 一旦这撕开一个口子 相当于就是说 我先拿郑州来试点 一点一点的 全国的一点待面 快速跟进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你就说 以前政府啊 就是在这个房价定价权上 有绝对的控制 你房价这个定价权在这 这政府土地才能卖得动 这房地产经济才能不崩盘 相当于就是我政府通过计划 人为的把这个价格定死 那就是说这中国这个房地产 这个价格它不会崩 因为房地产商 它即使说成交零套 它也不能私自降价卖 对吧 那以后你自己看看 这个定价权 重新回到了房企手中 那让这个房企有了自主权 那房企它这个是什么 实际上是自由的市场经济 你政府是计划经济 你计划多少钱 房企在这个行政命令下 只能遵守 实际上是政府的过分干预 打破了这种经济的平衡 但以后这个价格 重新回到这个房地产商手中的时候 它不会管那么多 它现在生意不好 它要卖 它一定会反映市场供需 大幅度的向下探索这个价格 我看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好多人不满意 好多这个业主 各个地方的这个有房者 都说说你们政府不管了 就不管这房子了 那如果这房子以后随便跌的话 谁还敢买房 这是很多这个中国老百姓的心声啊 因为从老百姓的角度讲 我们也可以理解 他们不想让这个房子跌 大家闷心自问啊 如果你自己有这个房子 你肯定也希望这个价格 能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特别是如果你多套啊 然后呢 这还想出手 那以后这政府要是不给拖底了 没有公共权利的这个背书 相当于这个市场 就会从计划 回归到这个市场经济 那房地产现在远远是供大于求的 所以这个向下的底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黄金底 钻石底到底在哪里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 你作为普通老百姓 你不想它跌没问题 事实上就是房子 它只是个商品 房价它不可能永远涨 你政府呢 也不可能依靠你这个公共权利 去人为的 把这洪水给抵挡住 我上网了解了一下啊 其实就算在这个郑州 限跌令 没有这个公布实施之前呢 郑州这个房价 已经一塌糊涂了 我看有的小区 这买的时候 单价一万八啊 这一万八在郑州 应该算是还可以的小区了 现在呢 卖单价这个一万四 一万五 那几年前呢 我看有人说 这个郑州大卫城附近啊 说那地方挺好 当时单价是 两万一两万二 现在这同户型 同小区 单价只要 一点五万 那你自己算算 从2.1低到1.5 跌了六千块钱 跌了将近百分之三四十啊 那现在这个跌幅 还是有政府 拖底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啊 如果政府不拖底 这个开发商 自己为了就求生 为了这回拢现金流 为了应对 即将到来的 一批一批的 这个美元债 还有国内的债务 他会不会抛售 如果给了我 我一定会抛售 而且我们想就是郑州啊 在全中国 他只能算是一个二线城市 或者是个强二线城市 如果啊 这个后面一线城市 全部都翻开 加上21年的 这些大批量的房产 还有这个商业经营贷 要到期啊 我们知道在2021年的时候 这个中国政府 放了大批经营贷 这些经营贷 都拿来买房了 大家都是左手倒右手 现在正发愁呢 你就可以预见啊 到今年年底之前 这从7月到12月 还有5个月啊 房价还有一波雪崩过程 尤其是一线城市 产占个人预料啊 起码还有20%到30以上的跌幅 半年时间啊 这个很快就可以实现 那最近呢 不少人 我看在这个发上海二手房 成交量上升的消息 其实这跟股票下跌 途中的反弹是一个道理 不是很多人在进场 而是很多人在抛售 你说你猛一听说 这上海二手房 这成交量上升 这楼市是不是回暖了 你不能去这么想啊 那有可能是这个 二手房房主意识到 现在经济不好 后面这房子会更多 开始加大量的抛售 这东西 所以呢 就是说 你这种中途的 这叫什么回光返照 它不代表市场这个趋势 对吧 那我认为啊 就是说 就像这个中国的开发商啊 我就看到很多 很多大小的曾经的百强房企啊 现在在香港上市的 都面临这清盘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一边是活着 一边是硬挺着 但是去死 你自己想想 它是会打折 还是会这个 还是会这 肩挺着不弄啥 不可能啊 我觉得就是说 这些房地产商啊 会急于的抛盘啊 而且呢 你会看到这个市场上 房地产市场上 发现踩踏效应 什么叫踩踏效应 就大家比着降价 以前这个房地产好的时候 是比着涨价 现在呢 实际上就是比着降价 这一信号就意味着 全国大部分地区 会在之后 陆续取消降价 取消限价 释放超大量的 这个库存压力 那我觉得啊 就是说在以后啊 大家千万不要那么着急 再上车买房了 因为我估计啊 就是说中国这个 咱们知道房产的租售比 一直都不合理 一直就是说 这个房价期高 租售比期低 那产产个人认为 就是说中国这个房价 以后租售比 会回到一个相对合理的空间啊 那这房价呢 肯定还要再下降一波 大家真的不用着急 在这个时候去买房 我跟大家说啊 就是这个后面 你说这房企 它开启降价促销了 他们也许能活 但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房价跌了 中国的这些业主 他可不愿意啊 你现在看啊 就是中国这些业主 现在闹事的可不少 这些人呢 其实不是说这烂尾楼业主 而是已经交房 但是自己这个房价 跌了的业主 我们现在经常见到 你看这深圳啊 北京上海 各个小区业主成立联盟 就警告你 你如果在这个小区 你挂牌 自己业主内部 他实行了一个限价 就是说 我这房子 我是三万买的 那你挂你最低 不能挂于两万八 对吧 你要是低于两万八 你就是违背 背叛我们这小区啊 经常我见到这种业主 自发性的啊 还有的 还有的就是说 刚买的房子 房价降了 找开发商啊 围堵开发商 让开发商退款 这种行为呢 我就是说 从情上我可以理解 但是从理上啊 咱们就知道说 你买的这商品 自负盈亏啊 那产产以前 还买的这什么 巴黎世家的包 正价的时候买的 一万八 到年底 我一看一打折九千块 那我总不能去找 这商店去退款 那对吧 所以就是说什么呢 取消商品住房销售价指导 实际上是对市场 自主定价的一种尊重 是让这个 一个商品 从计划回归市场的 规律的一个 最基本的体现 那也是提升 房地产市场竞争力的一步 对吧 那你现在你就想 政府你人为的 就想去干预 实际上是唐币挡车 没有任何一种东西 可以抵挡规律 那以后啊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开发商 房地产开发商 可以送口气啊 因为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他们大概率是可以活啊 起码就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吧 那其实就这个 限跌令是扣在 开发商头上的 最后一个紧箍咒 那以后开发商 自由定价 可以放浪形骸了 你自己看看 过去八年 中国楼市 限购 限贷 限迁 限售 限价 然后去年开始 限购 限贷 限迁 限售 逐步就慢慢清除了 现在就只剩下限价了 现在连限价也没了 那你自己就想想啊 就以后这个房地产 它就是个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是什么 不是代表说 这个中国啊 从这个政府管制经济 就走向一个这个自由经济了 不是那回事 而是因为这个房地产呀 它是一个重资监行业 政府实在是管不了 它实在是没法管 实在是这个行政命令 控制不住这个房地产市场了 它不是不想管 习近平在搞这个房地产 这个抽贷呀 搞几条红线的时候 它就是想把这房地产控制起来 它以为它可以 既打压了这房地产商 然后呢 又能把这个房价 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又能让老百姓卖它好 最后呢 你自己看看啊 打击了房地产商 房地产商快死了 中国经济快死了 老百姓全是骂他的 就代表啊 它太高估了政府权力 对这种市场的控制 咱们知道 其实政府啊 你本来就是个物业 你不能管太多 你不能干预太多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就是党管一切 对吧 那你这些房地产商 动不动就几万亿 几万亿的 那你们这么能 那我作为这个国家主席 我不还得管管你们 结果他也没有料到 管了房地产以后啊 就能把这中国经济 给管死了 他没有想象到 房地产这么厉害 他也没有意识到 房地产真的是 这个中国的支柱产业 也没有意识到 房地产如果完了 他这政权也就岌岌可危了啊 他现在意识到了 其实已经有点晚了 因为这房地产的落势 已经被打下来了 对吧 那你说以后 这个一线城市 这房价啊 你想啊 现在才七月份 如果到了年底 跌20% 明年再跌10% 20% 将近跌 跌掉一半 你说这普通老百姓 上街的会有多少 因为你不要小看 这房地产 你希望这个房价跌 不代表中国大部分老百姓 希望房价跌 以前房价上涨的时候 老百姓虽然吐槽 但是有房的老百姓啊 大多还是觉得自己变富了 现在你自己看看啊 这些有房的老百姓 都觉得自己的资产缩水了 都不敢消费了 也不敢认为自己是有钱人了 常常跟大家说了 说之前这个北京的 这些老土著们啊 家里有两套房 市区一套 一般都在这个二环左右 二三 二环三环 一套房子2000万呀 对不对 你现在说这房子以后啊 只值1000万了 你说这帮老人们 老北京们他们还敢消费吗 对不对 他们这消费的底气在哪里 所以我说中国这过去的 这些富有财富啊 就是财富的这种 是一种幻象 就你自己觉得你很有钱了 因为你这个钱 是来源于房产的增值嘛 对吧 虽然无法变现 但你总觉得 我是这个财富身家 多少多少的人 你就敢消费 你就有这个底气 然后呢 你也会觉得 这共产党给你的这财富 带来的增值 这是很多人过去 多少年来的一种一种幻梦啊 但是说你自己的财产 一下子跌了40%50% 然后你这工资收入还降低 你说你能不骂吗 对不对 会不会怨声载道 加上还有那么多 刚刚上车的普通老百姓 自己这房子刚买 首付已经跌没了 贷款还得还 你说他们不会上街闹吗 所以啊 就是说这个房价 政府取消限跌令 实际上他自己的行政命令 支撑不住了 但是另一方面 取消限跌令 他也会加剧这个社会的矛盾 会加剧这个底层老百姓 反抗的这个欲望 因为房子对中国老百姓来说 实在太重要了 是几代人的这个心血 可能余产产 房子只是一个住的地方 是一个资产 但是我知道 有很多中国的底层老百姓来说 房子就是命 房子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 真的 你说一旦说这房价崩盘 老百姓几辈子的财富都没了 你说说这些钱 谁来负责任呢 对不对 这是被血洗了的财富 我们说它是这个市场规律 是经济规律 可是你政府在这个过程中 你存在这种监管责任 监管失职 你这个执政党 你说你没有责任吗 对不对 你不可能把什么东西 都赖到市场行为上 对吧 你要是一开始不管 房地产本来就是自由的 你说你这叫市场经济 你说你政府 干预到一半 干预不下去了 想管 发现管不了了 然后现在让老百姓这财富 低到这种程度 就是缩水到这种程度 你说这中国老百姓能不闹 我觉得 其实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因为房地产矛盾 就是说 引发的这些抗议 上访会越来越多 但这东西你上访也没用 说白了 就是我要管的时候 我说我负责 我现在管不了的时候 我就说是市场经济 反正这锅肯定不是我来 对不对 就跟你这个 我看最近湖南不是大雨吗 死了70多个人啊 然后呢 他们在开总结分析会 分析了半天 说分析有三大原因 极端天气 什么雨水 什么什么洪涝 这些啊 就是全是天灾 全是怪老天 那你自己想想 就以后中国这个房地产行业 如果造成这种史上啊 人类历史上最大泡沫的崩盘 和破裂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 他能负这个责任 他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 到今年年底 我认为啊 全中国的楼市 都会放开这个限跌令啊 就是说以后 中国这些楼市 就是没有底儿的 大家都是随便那啥 想怎么卖怎么卖 开发商 你就赔本卖 我政府也管不了啊 事实上本该就这样 但是你现在才这样 真的 开发商呢 最多最多 也只能 哎 多呼一口气了 真的 他们呢 这日子真的不容易 也不是产产同情 中国这些地产开发商 而是说这些年 他们被卡脖子 卡的确实确实 大部分都已经奄奄一心 没有气了 好吧 说这么多 拜拜 拜拜